含着金汤匙 再对别人指指点点 我觉得是非常不足取的 公共市长韩国瑜痛批 独派大佬孤宽敏 有钱人不知年轻人的苦 其实经营渔业致富的孤宽敏 过去还曾经杠上渔业鼠 他当时就执意要卖给 就透过美国公司 转卖给中国大陆的公司 那是连捕鱼证一起卖出去 那其实就是把我们台湾 本来获得配额的捕鱼权利 卖给了中国大陆 这起事件发生在12年前 谢寒斌指控郭宽敏将旧船 卖给大陆 还连着珍贵的远洋捕鱼镇一起卖 凭什么说看不起 想发大财的年轻人 没有制造的问题 根本没有制造的问题 那时候就是卖船就对了 卖船的问题 坚持卖船没卖证 高龄93岁的顾宽敏 亲上火线 本人亲自回应 12年前的往事 也重回美光根焦点 建议家会黄明君 台北采访报道